死刑存废的议题在台湾社会各界瞩目 由王信福等三七名死求所提出的死刑事件案 宪法法庭今天宣判死刑何宪 但必须是刑法以死刑为最重本刑 只适用在犯罪情节属于最严重 而且刑事程序符合了宪法最严密的 正当法律程序要求情况下才可以判处死刑 其中以死刑为最重本刑部分 仅得适用于个案犯罪情节属罪严重 且其刑事程序符合宪法最严密之 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这情形 于此范围内与宪法保障人民生命权之意志 当属无为完成修法权 法院对于有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自行为使辨识行为违法 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 远助降低之被告 均不得科足实行 为生命权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 不需宪法明文规定 且应受最高度保障 然而其保障仍有例外 而非绝对不可侵犯之权利